PS5的系统固件又升级了 我先生为敬 我这是国行光区版PS5老板 我先不更新啊 先看看这次的更新日志 第一个是派对中增加新机能 没什么用 第二更新了无线耳机组 可以使用侧耳机能 让你语音聊天时容易听到自己的声音 还有当您附近有这个无线耳机组 或者无线耳塞式耳机 会跳出连接通知 最后改善了系统软件的性能和稳定性 看来这次主要是针对派对语音聊天和沟通 这方面的提升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更新 不管各位用的是老板还是新版的PS5 如果是国行的光区版数字版 都不用过分担心 基本上没有啥问题 因为这个是商业 这个是买卖 好 升级完了 更新成功 我们看一下商店 港幅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进一下游戏 也是没问题的 各位放心更新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